你什么东西卖着 曹贵人的后宫复黑学案里 该拆解第二个阴谋局 勤政变声势局 可上一期呢 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曹贵人这样一个阴谋大师 为什么却被甄嬛那个 乡者住也的低级阴谋给整死了 这几天就有好几个姐妹来催更 袁大夫你快来讲一讲 为什么曹贵人Facebook 好 谢谢大家很喜欢这个Facebook的系列啊 不过我得说 曹贵人呢不是Facebook了 他是Facebook 不可就像他说的 婉萍若要阻我风飞之路 我照样不会手软 罗姐妹认为曹贵人是被甄嬛忽悠 想弄死华妃反而被皇上弄死 估计连甄嬛也这么以为 但这是误解 甄嬛的阴谋和曹贵人的死亡 没有因果关系 曹贵人的死是命运给他做了一个死局 他死于制度死于政治 又死于母性 这是一期关于后宫政治学 后宫心理学 后宫社会学的视频 所以做好准备 他会很颠覆你对甄嬛传的认识 曹贵人的下线不是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悟了亲亲性命 他不是王熙凤 王熙凤是烈火烹油 哪有曹贵人这样迎人小心呢 他是死于攻斗制度 尽管剧情上皇上和太后 毒杀曹贵人是说他太聪明 太狠毒 但素量母子的对话 向来是不能听 字面意思的 其实在毒杀曹贵人这件事情上 皇上和太后是先达成的共识 然后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掩盖这个共识的实质 后宫里聪明的 狠毒的 何止一个曹贵墨呀 这个共识是什么呢 这个共识就是攻斗 我在前面的视频中就反复说过 攻斗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不是刚好几个有心机的女人 碰到了一块 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于是就用 kill each other来 kill time 不是那样的 攻斗是制度要求 它是跟皇权配套的 是皇上的刚需 不攻斗 这个攻是管不了的 攻斗就是分化后宫里的女人 就是用两性游戏来 混出皇上的权威 女人不斗女人 那不就去屠龙了吗 就像甄嬛和一兰一一样 而且在攻斗的这个盘子里呢 也会制度性的划出两党 两个党啊 就比如《甄嬛传》里 最初两个阵营是皇后党和华妃党 后来呢就是皇后党和甄嬛党 您别说后宫 白宫也是这样 曹国人跳船被刺了华妃 皇上褒奖他弃暗投明的姿态 这是要有的 但是皇上内心里 是愤怒于曹国人跳船的 不是他心疼华妃 而是他警惕后宫的不忠 忠诚之所以被儒家改造成一个教条 成为最高的道德 就是因为忠诚和权力是绑定的 一旦忠诚没了价值 权力也就没有了拥顿 没有哪个老大会鼓励辩解的 因为今天你对自己的主子辩解了 明天我成了你的主子 你也会对我辩解 在东亚忠诚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即便是到了现在哦 哪怕帮满清入关的龙兴之臣 比如吴三桂 比如红城仇 最后都被乾隆收到二臣传里了 这就是政治正确 皇上太后弟子曹其木的聪明 这个聪明不是搞阴谋的聪明 是叛变的聪明 这种聪明在后宫是定时炸弹 它会散播一种不利于后宫稳定的价值观 辩解是被默许和鼓励的 还能得到犒赏都不忠了 那皇上太后不就威了吗 再者曹贵人的死呢 又是死于政治 姐妹们都看得出来 皇上赏曹贵人完全是权宜之计 不过对皇上的权疑大家还是有误解 觉得皇上是为了扳倒华飞 哦他不爱华飞了 这种情感向的理解不能说错 只是皇上是一个权力动物 他从感情考虑问题的时候很少 他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去考虑问题 情感上他一点也不想扳倒华飞 但政治上他又得褒奖曹贵人搞华飞 因为他要安抚皇后党 我在母子子孝那一期就说过 后宫两党 华飞呢连着年庚瑶 皇后呢连着太后龙克多 那再往大了一点呢 皇后党连的是包括龙克多 皇后太后在内的巫师集团 再放大一点 连的是整个满军旗 那这里就要多说一下 八旗不等于满族 八旗里有满军旗 比如富山市乌拉那拉市龙克多 也有汉军旗 比如甄嬛年庚瑶是梅庄 乌氏集团和年氏集团的对抗 其实就是八旗内部满军旗 和汉军旗的对抗 这一点在甄嬛传的第一集 皇上就点到过 满汉一家 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 选几个秀 皇上没想着在后宫打掉华飞 年庚瑶已经失势了 华飞对他没有任何的威胁 但皇后党乌氏集团 是不想放过华飞的 于是曹个人跳出来住了宫 这也把皇上架了起来 他必须处置华飞了 还必须赏曹贵人 因为他必须安抚这个庞大的巫师集团 那可能有人问 那编剧有想到这一层吗 还是你过度解读 编剧当然有想到 王小平老师就特别安排了 太后皇上连续会面的戏 你看过塑料母子这么多戏秘籍出现吗 而且他们俩从来没有唠过家常 都是在battle群里 所以曹贵人的跳船 看似是华飞强倒众人推 他跟了大势 但实际上他是把皇上架在火上烤了 可对曹贵人来说 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年更要倒了 华飞倒只是时间问题 他不纳投名状 又会成为皇后党的眼中钉 从政治上来说 这就是一个死局唯一的生机 就是他瘟疫生母的身份 但这反而把曹贵人推入了深渊 曹贵人的死是死于母爱 这也是这段戏最牛的地方 其实人物的应试关系上 曹其末是和太后相对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皇上点歌的那个桥段 曹其末给瘟疫唱儿歌 唱完之后皇上又让他安口了一遍 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 但太后死后皇上的独白礼说 睡吧 好长大 长大把功拉下 这样哄孩子的歌 你从来 从来未对我唱 我这才想到皇上点歌 是把曹其末当妈了 在皇上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觉的潜意识里 他在曹其末身上投射了母亲太后 也把瘟疫投射到了自己 关于这一点 剧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 在穆书粉事件之后 曹其末得以把瘟疫接回去 苏菲跟皇上汇报时 皇上却不高兴 这您有点不大高兴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 文艺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哎呦 高兴得就差点没飞起来了 就因为如此 朕才觉得韩兴 我最初以为皇上韩兴 是因为华妃为了争宠 伤害自己的女儿 恩刷时才意识到 皇上韩兴 不是韩兴华妃 是韩兴他妈 太后 曹其末为了把瘟疫抢回去 费尽心思 还跟华妃对着干 可皇上从小养在皇后那 亲妈别说想夺他回去 连看都不来看他 甚至连儿哥也没给他撑过 皇上的心怎么能不寒呢 在曹贵人身上 皇上投射了对母亲的眷恋 但也不可避免地 投射了对母亲的恨 塑料母子塑料秦 太后临死前想的 也是心爱的小儿子 皇上把亲弟弟送去守陵 还让老娘亲手毒死老乡好 曹贵人对皇上的心弦捏得很准 但却露了最重要的一根弦 皇上的恋母亲节 这是一个男人最隐秘的心节 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里的 俄迪普斯情节 皇上的恋母亲节 爱而不得 恨而不甘 如果曹贵人能一直记着 皇上对母亲的眷恋 他是死不了的 但如果他勾起了皇上对母亲的恨 他就死定了 偏偏曹贵人却因为爱瘟仪 让皇上以为他不爱瘟仪 我在上一集就说过 论阴谋 曹其木和写官阴里的唐夫人是一个level 但不同的是 唐夫人可以把女儿当成钱色交易的工具 当成不听话就扔掉的弃子 曹其木做不到 曹其木的剧情线 关键事件就是 昭归和亲 在此之前 他想的是生存 只是他和瘟仪母女俩平安 但贵人之女昭归作为和亲的公主 嫁给了准盖尔的老头子克汗 新婚不久 克汗归息 昭归转手又给了新克汗 成了侍妾 昭归昭归像玫瑰的一根刺 扎进曹贵人的心里 贵人的女儿 只能像昭归一样 成为联姻的工具人 曹贵人也是个贵人 皇上又没几个女儿 那下一个昭归 不就是瘟仪了吗 这是曹贵人最怕的事情 所以这一刻的曹其木 脸上写满了担忧 他实在太怕女儿被送到那个鬼地方了 曹贵人其实没有情爱欲望 也没有权力企图 他只是怕女儿凄苦一生 所以为了瘟仪的前程 他也要往上爬 他要风飞 他的狠毒阴险步步为营 都是来自于母性 就像一只狼妈妈在保护小狼仔 但这一切在皇上眼中 却是母性的丧失 曹贵人费尽心机要风飞 甚至杀死救助华妃 这让皇上想起了母亲 为了权力无视自己 所以剧里皇上放下瘟仪说 从这一刻开始 他把对太后的恨 投射到了曹贵人身上 曹贵人就非死不可了 这是皇上对母亲的复仇 这也是编剧特意安排太后和皇上 一起杀曹贵人的深层原因 皇上最后说的是 这话何尝不是在跟太后控诉 我当时年幼不能没有生母 但太后只是说 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 艾家乔 竟非端非就很好 都很喜欢孩子 未必就不如他这个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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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皇上的角度想 他的心多寒多恨啊 皇上当时不就像瘟疫一样 被送给其他嫔妃了吗 太后的话 其实放大了皇上对母亲的恨 最终也把曹贵人推向了死亡 曹贵人想守护瘟疫 皇上也想得到太后的守护 可曹贵人的守护 却让皇上想起了太后的不曾守护 终于皇上把对母亲的恨 转嫁到了另一个母亲身上 又一个孩子失去了母亲 这是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 皇上、太后、曹贵人、瘟疫 都在走向他们命定的悲剧 可怜曹贵人 他多希望看着自己的瘟疫 长大成人 看着瘟疫嫁给良人 然而到底曹其末 只能成金水河里 漠然一股水流 绕着瘟疫 流向东 流向西 却再也进不了瘟疫了 唉 其实《甄嬛传》里都是可怜人 那今天的平安麦就请到这了 如果喜欢珍求千金方 如果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大家热安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